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廖淑芬小姐 Gladys 剛才那節說了你是自由身演員的生涯 這一節就想知道你的不自由身的生涯 不自由身我很開心 還比我自由身的時候開心 竟然失去自由是這麼開心的 愛情我不自由 其實是很自由的 因為在我前十年的時候 我的愛情也很反駁 拍很多次不同的討論 你都找不到自己要什麼 或者要什麼男人為你的對象 後來找到余杏婷 我知道是什麼對象 結婚 你覺得好像有很多人不自由 但其實我找清楚一個對象 在那裡再找你的自由 你的心想更自由 或者是一種安全感 有些人喜歡不安全感 但我喜歡在安全感裡面 去找的不安全感 去找的刺激 就等於我的事業一樣 前十年我是一個freelance 我跟不同的劇團 做完就很lost 等有什麼劇團去找我 後十年我自己已經搞了劇場工作室 我自己搞戲的時候 我就不需要等了 或者我在計劃兩年後要做什麼 在這個所謂安全感裡面 去找刺激 我更加覺得安全 而且在前十年 在freelance的時候 你不能選戲 因為 有人找你做戲 你已經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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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選戲嗎 你不知道 你拒絕後有沒有 開玩笑 那你就會任何戲都做 現在是我和丈夫余瀚廷搞劇場工作室的時候 我們就會搞我們想做的戲 所以這是不自由更加快樂 聽來真的好像一個夢想實現了 是吧 某些是 不過原來要實現這個夢想 十年後這樣說 原來是要花很多汗水 花很多腦汁 花很多眼淚 你不明白原來是要這麼辛苦 小時候有個夢想是我想搞一個theater 那個theater是在窗口看到有很多人駕車來看電影 這是一個夢想 因為香港不會有這樣的theater 這是一個很荒蕪的地方 那間屋沒有人要 我自己改建了做theater 這是一個外國的夢想 香港不可能就算上水 因為地皮太貴了 對吧 但無論如何 我不一定要正確地這樣做 而是我把音樂帶到我現在的劇團的時候 然後人們來看電影 我覺得已經是復興著我的夢想 當然我一定要be realistic 不可以 經常都是這樣 啊 烏托邦 沒可能 但是要做這 我回顧這十年 我們搞團的時候 比如 初初我沒有人幫我做行政工作的時候 二至十 排完戲 排完戲 十點 十二點多鐘回家 做到四點多 才可以睡覺 睡完覺 我第二天十點多 十一點要起床看劇本 才可以排戲 你不可以不看劇本 你就排戲 但是我回到家 還未可以看劇本 要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然後才可以看劇本 才做回我自己本身演員的事 但是我的生命已經變了監製演員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避免一些工作 有時 譬如 在這十年 你會很不開心的時候 譬如你很辛苦 你才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環境 拿到錢 去給一班演員去做戲 不單止我 但是有些演員 他們會說 哎 有沒有搞錯啊 這麼少錢的 有沒有搞錯啊 我同樣很傷心 你不知道我們做了多少的工作 流了多少汗 或者是 不要說哎呀 我們要講多少東西 寫多少的提案 才可以拿到那少少的錢 我們自己已經人工不計 去給你們 去做 有時他們說這些東西 是令到我們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但是這些不開心 亦是令到我和余漢廷更加恩愛 或者更加互相扶持 因為真的沒有別人可以明白 有時 譬如人家會問 Gladys 我有些什麼可以幫到你 不是幫不幫到 當然我已經 好好好 你可以幫我做什麼 好好好 你幫我 我已經是這樣散發出去 就是要儘管一些工作 但是有時 那個團就像我們的子女一樣 你會緊張 你會緊張的時候 你就會做多些東西 就不只是說 而是下手下腳做 我想聽到搞團的人 都會有我的這樣的感受 你做兩倍的東西 但是一倍的人工 但是我們的人工已經是不計 因為我們其實是在 fulfill 我們的夢想的時候 已經在所不計 但是有時 譬如有些 sponsor 很不開心 就是你們是你們的夢想 他們會這樣的 你們喜歡這件事 很不開心 聽到這些說話 但是在我以前做freelance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些說話 當你做producer actor的時候 你聽到這些說話 你就真的咬緊牙筋 好 我做 我做一次做好給你看 我不相信你第二次不會再贊助我 然後慢慢積累到現在就好一點 但是比起很多很多團 我們仍然是要咬緊牙筋去做 也都在這十年裡面 earn了很多很多朋友 以前我覺得做freelance的時候 我很孤獨 那種孤獨是 我講不到的孤獨 做完就走 現在越來越多朋友 沒有鬼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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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沒有一個團是你 現在得到很多朋友 因為很多我身邊的朋友 或者不是跟我們合作的朋友 他們硬是看到我們辛苦苦做一個環境 或者宇漢寧寫一些劇本出來 或是我很努力的去排戲 大家都知道連阿桃那兩個都這麼努力 他們都不敢不努力 看到他們回去做很多事情 令到我們有一個很舒服的環境牌 這樣就earn到更多朋友和更多鬼屬感 有時譬如聖誕節他們會打電話 你們今年劇場公司搞不搞派對 不搞啊 很煩啊 我們去摸第二個導演 我們去吧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earn到不同 就是more than acting 的東西 但是這件事也幫到我 acting 我覺得我自己 acting 從鬼劇院那裡 我是跳了一大步的 有些前輩都跟我說 有些前輩由我一開始做融奴 在演藝學院做融奴 第一個女主角的時候 她就一直看著我長大 她就覺得做鬼劇院的時候 就是我一個大躍進 我自己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第一次做producer actor 因為我很緊張怎樣去producer一個戲的時候 原來我放下了別人怎樣看我acting的result的時候 我很多東西就很relax地出來 很多acting的東西原來就出來了 這件事是我不知道的一個禮物 一直一直這樣十年以來 一路學會放下 學會 但是又要拿到一些東西去 去補回團 學會怎樣去放下增進 放下增進 無論對我acting和對我的生命都是很緊要 其實真的 我聽你講 我自己都覺得好像很緊張 是的 是的 我要放下增進 是的 我曾經我們試過 我和余安婷也會吵架 但是有80%吵架是為劇團的吵架 有20-10%是為我們私人吵架 每一個情侶都會吵架 不吵架是不正常的 但是我們開始覺得 是不是我們有些不正常呢 因為工作上的partner也是他 我們都不能夠分開 我們整天都說 我們真的不能來分 真的分不開了 但是我們開始慢慢學會怎樣放下一些東西 近幾年我們開始學會放下了 有時我們也有些人會complain 你們不要經常排這麼多戲 一天不能排十個小時 那我說是嗎 哦 排八個小時 排八個小時又可以 或者放下一點 我不是吃 而是怎樣放下增進 其實真的是 這個挺難的 同你所說 無論是工作上 或者是人生的道路上 都是個partner的話 你變了很多東西 不單是工作 譬如你在日常的人打工 我不喜歡那個人 我回到家就不用見到 你仍然要面對 真的要面對 我想你要學習或考驗的 比其他演員更多 但是我現在聽你 和上次聽阿婷說 其實我相信你們做得真的很好 謝謝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更好 我已經覺得你們很好 我們下次繼續跟Gladys聊天吧 嗯